一罐又一罐的空瓶在机台上转圈圈 贴上标游酒精的贴纸后 再放到输送袋上慢慢前进装箱完成 一旦酒厂今年二月中加入防疫站 首度暂停最赚钱的红禄酒产县改做防疫酒精 但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酒厂五月将告别防疫最前线 一条是红禄酒的大丹线 一条是米酒县 红禄酒堪称是酒厂的金姬母 生产百年来每月销量高达2万达 如今强势回归 民众和员工非常看好 现在又恢复正常 你看到这个事情 酒厂这样是贡献很多 对我们这个老百姓也有很多帮助 我觉得酒厂这么做是对的 现在恢复正常 心情会比较轻松一点 会啊 我们在15月份 现在防疫酒精的部分就 先担心就不用再到酒厂 都不用出来加班 那现在是又再继续生产这个红禄酒 对对对 酒厂强调酒精原料还有库存 如果有需求 产线随时都能重启生产 现在趁着疫情趋缓 回头抓金姬母 告别防疫前线 记者林申林玉君一旦报道